这个妈妈是通过手术之后 治疗的周期大概有多长 就开始恢复 我是13年做的手术 做完手术以后 我也没怎么歇着 没怎么歇着 对 盼盼有一次 在我们今天上有一个大型的演出 当时因为每一次她出上台的时候 都是由我来化妆 我也想我还是帮孩子一次 试一次吧 我手术半个月的时候 我是身上全缠着纱布嘛 我就回家 妈妈当时是早上三点钟 就给我起来化妆 就是没有生病的时候 妈妈只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能帮我完成化妆 可是那天她用了四个小时 才帮我化完妆 那时候我就感觉妈妈帮我化妆特别地吃力 她在忍着 她在忍着剧痛帮我化妆 那时候我就眼泪在眼圈打转 就不敢往下流 我怕我流下来 我妈妈会更慌 会更有压力 所以那时候就忍着眼泪 妈妈忍着剧痛 就这样帮我化妆 你不要命了 那个你办法要 反正医生也说我没有多长时间了 我能做一次就试一次 以后这种话别说了 是没多少时间了 对 我告诉你 奇迹出现了 你有一个最重要的妆还没化 对 对吧 对 她出嫁那天肯定要你化的嘛 是的 刚才杨盼说 有一位一直不收费 免费栽培她的江老师 是她的一个恩人 是吧 在你的歌唱道路上 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是吗 对 来 我们掌声有请江老师 我是江小波 来自吉林省长春市 是一名歌唱演员 也是盼盼的老师 也是盼盼的老妈 怎么认识的呀 12年 我到我们省电台做一个专访 然后呢 我跟那个主持人特别熟 他说了一句 他说 今天有一个女孩 要开一个演唱会 这个女孩有个心愿 她特别想跟你学唱歌 但是她没有钱 这样我就到了现场 到现场呢 就听到了盼盼的歌声 然后现场我就承诺 我说盼盼 我免费收你 学到你不想学的那一天 我说我想让你做一个 自食其力的人 以后要靠自己能力 去养活自己 要好好的谢谢江老师 谢谢 他还是一个 公益心非常强的人 记得有一次就是到 吉林省孤儿学校 去慰慰演出 离市区很远 然后顶着大学 妈妈掺着她 她到那去 今天的心愿是盼盼的是吗 对 好 盼盼来上情一步 说出您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成立一间属于自己的音乐工作室 好的 来 为什么要成立一间音乐工作室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妈妈的年龄越来越大了 身体也不适合我 和我这样来回的奔波 所以成立音乐工作室呢 主要就是给家里做点事情 我们听一下 我们的五位老朋友 怎么助力你的幸福心愿 杨盼 您长得也美 心里也善良 懂得感恩 我忠实还说 在北京 有两个音乐工作室 两个音乐录音棚 如果说杨盼 你要是想来北京 这样用我的工作室 随时免费用您用一个 好吧 谢谢 谢谢 我特别喜欢你 然后听你唱歌 真的是沐浴春风的感觉 代表我们五居五术品牌 是专门传递美好生活的一个民宿 向您捐赠三千元好吗 支持您的梦想 谢谢 谢谢 杨盼身上真的是 那个心灵的那个美啊 它能够接受别人的爱 然后呢 同时又想把别人的这种爱 传递给另外的人 所以说我代表我们熊九集团 给你资助五千块钱 然后来让你去完成你的梦想 然后把这种爱 在社会上一直传递下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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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送给他们一套心里演出符 希望我能够在你 传递美好的时候 也在其中付出一点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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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别想问杨盼 此时此刻 你最想对两位妈妈说的是什么 我要对我的妈妈说 妈妈您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 为我付出了太多太多 所以今天借这个舞台 我要对妈妈说 妈妈您辛苦了 我爱你